大家好,我是健康1.0小编Uber 今天要来说说关于胃消化不好,胃寒患者饮食有禁忌,十种食物最好不要吃,的事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 一起来看看吧 导致胃寒的原因有很多,饮食习惯不规律或经常吃一些生冷食物就很容易引起胃寒 生活中的工作及生活压力就会导致严重的胃病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防止胃寒及胃病都有很多好处 但生活中一些常见的食物,不仅不能养胃还会使胃寒患者更严重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胃寒患者切勿乱吃食物 胃寒患者切勿吃十种食物 一,磅肉性凉,胃甘咸 食疗本草,说它性大寒 本草演义,终认为,多食发疯,冻冷气 随席居饮食谱,一云,多食寒中 寒性胃痛之,犹当祭食 二,罗肉性大凉,寒性胃痛者切记 本草会言,终早有告诫,此物体性大寒,胃中有冷饮,不宜时之 窑可成,食物本草,终也说,多食令腹痛不消 不可不慎 田螺性铜螺肉,寒性胃痛者亦在祭食之列 三,西瓜性大凉,能轻胃或 颠南本草,说它能治一切热症,素有天生白虎汤之称 中药大词典,中指出,中寒者祭福 故寒性胃痛之,切勿时之 四,其异果性寒,胃甘酸 开饱本草,中指出,冷脾胃 中药大词典,也说,脾胃虚寒者胜福 凡胃寒痛者当祭 五,甘这性寒,胃甘 虽有清热生经作用,但胃寒之则不宜时 本草经书,终明确告诫,胃寒嘔吐者祭之 故凡胃痛鼠寒者当祭食甘这 六,团菜性寒,胃甘 本草会言,中寄在,团菜凉胃,不宜多食酒食 恐发冷气,困脾胃,亦能损 一灵转药,亦指出,多食负寒痛 凡胃寒疼痛者应寄时之 七,麦门东性寒,故寒性胃痛者寄时 正如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早有告诫,气若未寒者必不可耳 八,胶白俗称胶瓜,唐代著名十一梦申曾指出,胶白寒,性滑,发冷气,滑中,不可多食 本草会言,亦说,脾胃须冷者物食 因此,寒性胃痛者一记之 朽,谢性寒,胃咸,亦属大良之物 本草经书,中寄在,若血因寒凝,与肤脾胃寒滑,腹痛喜热恶寒之,贤不已服 随习居饮食谱,也说中寄虚寒者均济 所以,寒性胃痛以及寄虚胃痛之,皆不已食 食,世子性大良,胃甘涩,寒性胃痛之,切记服食 本草经书,中早有告诫,素有寒饥,感寒腹痛,感寒呕吐者皆不得服 尤其不得与螃蟹一同食用 此外,寒性胃痛者还应即食绿豆,饰饼,生番茄,竹笋,固子,生菜瓜,海带,生萝卜,生萝卜,生藕,生黄瓜,生地瓜,金银花,菊花,薄荷,鸭蛋,隔离,蚌菜,集菜,地耳,豆腐,马兰头,冷茶以及各种冷饮,冰镇食品 性凉生冷的食品会使胃含疼痛加剧 五种食物改善老胃含医 南瓜南瓜有减肥美容的功效,而且能够消炎杀菌,止痛 南瓜含有非常丰富的果胶,可以吸附细菌和有毒物质,包括重金属,铅等,起到排毒作用 同时,果胶可保护胃部免受刺激,减少溃疡 可用南瓜煮粥或汤,滋养肠胃 二,胡萝卜 胡萝卜性胃肝平,能够润肠胃,安五脏,有见识之效 丰富的胡萝卜素可转化成维生素A,能瞑目养神,增强抵抗力,防止呼吸道疾病 胡萝卜素属之溶性,和肉一起炖最合适,味道也更好 三,甘蓝甘蓝是世界卫生组织曾推荐的最佳蔬菜之一,也被誉为天然卫菜 其所含的卫生素K1及卫生素U,不仅能抗胃部溃疡,保护并修复胃黏膜组织 还可以保持胃部细胞活跃旺盛,降低病变的几率 换味溃疡及12脂肠溃疡的,可每天以椰菜榨汁饮用,还可混合蜂蜜食用,有促进溃疡愈合的作用 四,菠菜菠菜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能够帮助肠道蠕动,有利排便 不过,菠菜草酸含量高,妨碍钙值吸收,应避免羽豆腐,紫菜等高钙食物同吃,或在烹煮前清窜,除去草酸 五,红薯性贫,胃干,补皮液气 钢木食仪,即,补中,暖胃,肥五脏 天寒食用,正气氧胃,化石去积,兼可清肠减肥 很多认为吃完红薯放屁多,其实是胃肠蠕动所致 不过,红薯内淀粉含量很高,吃完后会转胃葡萄糖,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参考网站,寻一问药,看完后是不是觉得Uber小编在健康1.0分享的健康生活文章很好呢? 想看更多好文,或是喜欢健康1.0的文章的话,可以按赞追踪健康良心事业,只分享好文并分享这篇胃消化不好,胃含患者饮食有禁忌,十种食物最好不要吃,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